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伦 南韩总统文在寅在18号到20号访问了平壤 这一次的访问被认为是非常历史性意义的一次的访问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资深媒体人白兆美小姐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白兆美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想先请教就是这一次当然 大家最关心的是 两个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 这个宣言里面 大家最关心的是 北韩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承诺无核化 据南韩这边表示说 金正是有做一些具体的承诺的 而且这被认为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一次第三次 而且真是历史的变化 现在实在是变化太大 今年已经第三次 今年第一次文在寅跟金正恩见面 然后有两次都在就在板门店那边 第三次就跑到平壤去 可能会有第四次会在首尔 那每一次都一定会有一个像共同的声明或者是宣言 那这次其实南韩也是出去以前大家都公开的议题之一就是非核化这个部分 那非核化只是只有 不是只有喊喊口号 就是说我们将来就是要在和平的什么什么地点 然后没有和的这种国家就是无核的这种家园要留给我们的子孙 这个都是口头上的 但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个实际的我第一个要做什么第二个要做什么 实际上我认为是没有的 因为他如果讲他有讲到说我宁边的设施怎么样 以前的引擎怎么样 那个东西其实现在是比较不需要的 他也就是说他该有的都有了 会的都会了 所以呢我现在在国际专家的那些见证之下 我把它破坏掉把它废掉 就是我做给你看我有这个诚意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诚意 我不认为是这样 你刚刚白小姐刚刚讲的其实是两个很具体的地点 一个是宁边的核试验场 这个我们看到说先前北韩有找记者去 看到他炸毁了一些隧道 表示说这个不能用了 那另外一个是东昌里的那个火箭引擎的测试场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现在北韩的不管是飞弹 不管是他的核爆都已经完成了 技术都在那里了 所以不需要这些测试的设施 没错 所以说所谓的那个试验场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我现在做给你看 我现在很有诚意 所以你也要相对性的给我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我觉得北韩在这个手段上是非常厉害 就是金正恩在这个手段上感觉上是 他非常有诚意的去推行他的飞和 他要开始慢慢这个卸除那种武装的感觉 可是我认为没有都都看不到他有这样子的诚意 但是那个安保市市长郑义荣在北韩那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有说说还讨论一些其他他们没有公布的一些内容 有没有一些很具体的美国要求的一些核设施的清单 就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以外 那北韩愿意开始来做无核化的把它废弃的一些东西呢 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都未必有 就是郑义荣有讲到那些关键词 所以我也在去观察很多 但是实在找不出任何东西出来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话出来 在出来的东西还是金正恩有提到是说 我们要飞和化 我们要走向这样走向和平走向繁荣 但是实际你讲的那个 美国希望能够看得到的那些list没有 他根本没有提出来 所以呢如果我表面上我的宣言好了 但是我实际上有没有动 好吧我们等这个宣言完了以后 我们来签一些什么和平什么等等之后 我会慢慢的处理 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是 先有这样子的像这个对应的那些措施之后 我才要飞和这样子有飞和措施 那西方或者是南韩要求的是反过来的 可是现在其实北韩并没有完全卸除说 那好吧我就跟着你走 我认为是没有的 他是没有 所以他也没有提这个名单 所以到底是不是他们在台面下有讲到什么具体的 可是最起码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东西都没有北韩让步的 就是看起来好像让很大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些 试验场那些 我觉得那个并不是真正有诚意的东西 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在今年已经有三次的高峰会 第二次的高峰会其实是文在寅跑到北韩同一个那边去跟金正恩谈 那个时候正好是新加坡的川普跟金正恩的高峰会好像生变 那他到那边去希望能够推一把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促成 这一次很多人也讲是因为川普跟金正恩的第二次高峰会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文在寅这一次去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推一把 里面的增结就在于说北韩这边要求美国要有一个和平宣言先讲 然后他再做一些具体的东西 美国说你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说废核的步骤的话 我这边不可能表示说这个和平宣言 那大家都不愿意踏出第一步 这一次文在寅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像接下来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动力能够开始启动吗 你怎么看 后面的第二次的川普跟金正恩会 目前看起来是可以会也会召开的 然后听说是在维也纳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一次的这一次去平壤 是有解决的一些 就是应该要可以这样想 但是我目前都看不出有任何的真正的那些成果 因为其实就是说以我们平常看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的时候 尤其我们都觉得说北韩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就目前我们看起来是北韩是比较有威胁性 他可能随时都会 因为他反正没有什么好损失 我今天炸一个我们一起死同归一尽 我觉得北韩才有可能做这种事 南韩不会这样做 可是这北韩来讲的话 他目前还是希望是说 因为金正恩的确就是比起他的副职辈 要更高明一点的是 他是很直接的像全球在宣告一样 我要回到国际舞台 我要到这个世界的这个舞台 我不要再孤立 这一点是他非常的厉害的 所以也许台面下讲什么 可是我觉得他台面下讲的都是空洞 我们也看到六月二那个我们在新加坡的最后不是 川普出来做记者会好长一段记者会 其实你也看得出来 虽然那个条文上可能写了什么东西 可是哪一件事情真的在执行 都只是宣誓性的 都是宣誓性 所以美国这方面 我们要开第二次了 所以说美国就觉得说他可能得到什么 这个我是看不太出来 那很多人会可能猜测说 川普要期中考了11月份的那个选举 期中选举 所以赶快弄一个 我把这个朝鲜半导议题 把朝鲜半导议题 这个问题很头大的金正恩 把它解决解决 有可能是一种 有可能是一种表象的东西吧 就给人家看 就是互相可以给人家看 那文在寅的确是在这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没有错 因为文在寅才是跑到华盛顿 又可以跑到平壤的一个 关键性的人物 所以说文在寅可能是有 某些的这个 我们没有公开的东西 但是这次平壤的文在寅的表现 在我看来 有一点像是他去观光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的成果 不过这一次 除了这个宣映 有一个具体的事情 大家也注意到 似乎是南北韩都同意了将来 朝鲜半导要无核化 意味着就是说 不仅是北韩要开始无核化具体措施 包括南韩这边 跟美国之间的整个军事合作 也要开始无核化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表示说 当然美国现在在南韩有没有储存核武器 我们也不知道 那包括美国战略性的武器 是不是也会包括在里面 将来一并要被废除 就像战略性武器 尤其是那种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U2S 或者是那个B1B那种东西 那种非常可怕的那种 或者是F22这些 这个并不是就是 是住在南韩的 它可能是在关岛 关岛对 就是它可能随时就可以 他们那紧急的时候再过来 对对对 就是它是在整个这个安全 或者是战略里面 它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可是不见得因为南北韩 现在看起来是 他们的关系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它就可以 再也没有这个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 北韩真正的把那些 所谓核武 你的list也好 或者是你的什么也好 他都还没有掌握 那他凭什么这个美军 他这一边会退出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南北韩在谈的那个 跟军事分界线跟军事那些 尤其是百分之有关的 他不是美军 他讲的是联合军 也就是说二战的那个状态 跟之后的 就是二战那个时候 结束之后是 他们是军政时期 就是美军来管 然后苏联军来管 然后之后的1950年 就是因为已经是朝鲜跟韩国 就是变成两个国家 那那个时候的 那个后来的联合军进来 然后在板门店驻军 那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它是好几个国家的联合军 当然美国它占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 可是它是联合军 所以现在要谈到 美军可能要缩减 或者它核没有了 比如说就是我们讲 那个Tomahawk那种 这个你航空母舰 这么厉害的 不会再巡视 我觉得那个也都不可能 可是现在南韩是已经跟北韩 等于达成协议 不只是包括战略性武器 同时包括在这个边界的哨所 这方面都要撤除 南韩可以自己就做得了这个组吗 应该不行吧 因为我也看到一个评论 就是说也有人提到 如果南韩就这样子先答应的话 是不是美国也会被逼的 就是一定要往这方面走 这也许是北韩的一个想法 用南韩来牵制美国 大陆有一个说法说 形势正在朝向 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方向来发展 是这样子吗 我不觉得 因为北韩的确是在手段上 在宣传上比起南韩要厉害一点 就是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 大概在这方面是比较厉害 就是在宣传上 或者是说你主导这个会议上 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你说美国真的要被他逼着走吗 我不认为美国会被逼着走 美国就是一来他是世界强权之一 就是也许今天是世界强权有 因为他不算是一个单独的一个 就算两个或三个 他还是最大的 不管怎样他还是最大的 他不太可能 因为他这样也没面子 尤其像川普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让金正恩拉着他一把 这样我觉得是不太会 彼此都想要利用吧 对 但是你说现在就变成说 文在寅马上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对 他会想办法说服川普 那川普这边也可能会同意 也可能会不同意 川普现在第一反应是很正面 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应该是他们已经在着手准备第二次的 这个川金高峰会了 但是川普这个人也很难说 他会到时候也可能会反悔 文在寅现在其实是把自己的政治上面的声誉 其实也是堵在这一次 你觉得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到目前为止 真的如他所说的文在寅是在驾驶座上面 他握着方向盘 在过去这一年当 没有一年大概九月当中 也都一直由他来促进整个的进程的发展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他做的怎么样 有可能会失败吗 当然是比较这个以人的立场去看 以这个我们都在东亚的立场去看 当然希望他是成功的 因为这样子是对整个和平 或者是对区域安全是好的 但是目前就是以这个发展来看 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文经会 再来就是有一个川经会 再来第三次的文经会 目前还在胶着状态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突破 就是前面有讲到的很多好听的 我们觉得很没有看过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到这个地步 朝鲜班导可以到这么的和平的地步 可是实际上他看不出有任何的成果 我们还是要慢慢的去观察 那这次他去 文在寅要去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 一定会跟川普见面 一定会谈到一些某些东西 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到 川普或者是金正恩 他们这种个性的人 不太可能是人家叫你怎样 就怎样的那种人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文在寅其实他在这个位置上 是蛮重要 就是说他必须要很能够说服 或者很能够协调这双方的这个意见 那但是目前你也看得出来了 就像那个我们在平壤的那个宣言也是一样 没有具体的内容 所以该说的还是有说 但是没有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美国并不会被金正恩牵着走 不会 我们刚刚这一段是谈的是 美国朝鲜跟韩国三边的一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来我们来谈两韩之间 这一次大家认为两韩之间的突破 事实上是要比三边之间有更大的进展 我们再来怀疑一谈